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个字PETER一直转 今天带大家来上看看 我们前两天讲有两个项目 我觉得会涨啊 一个是Azuki,一个是Dudor Dudor昨天爆发,今天Azuki也爆发了 Azuki已经涨60% 我们带大家来看发生什么事 首先请大家来到我的推特 大家推特重要的啊 我们对了这边一直在办 我们这边ABA PASS盘名单的抽奖 请大家赶快来抽 我们这边还有 有200多个朋友来面 给我们参加抽奖 那我们今天有一些蛮有趣的新闻啊 你看有人买100个eat 那250个eat就卖掉 我们金正背景的coder 他等于是24小时里面赚了150个eat 另外这边有假的这个DrinkMe啊 这大家也不要去 小心在推特上或是 这Don'tDrinkMe的app 这假的大家千万不要点 好不好 我觉得这都重要 有些东西是假的 大家在通不要被骗 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YouTube的 这个意见 不是财富分析不是财经财务建议 我也不是财务顾问 做好建议就空调风景 我这是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整个币圈的市场 币圈市场比特币 现在38,300 38,300 持续在这边盘整啊 以太太28,300 28,300也是持续在这边盘整 有机会在28,300 3000 2600 28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就是会在那边盘呢 那再来其实很大 国际上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加息 美国加息就是再来这两天 我觉得加息的同时间 如果大家对这个加息的预期 已经有了 那加息的当下 市场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那反弹 但是整个经济股市反弹 那整个币圈有机会 就是跟着反弹 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图圈 也会有机会的 又来到整个量 我们看到昨天的量其实是 219,600万了 前年量 前年历史高量 47,600万 我们看到 如果过年那个时候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逻辑 就过年那个时候 你看过年那时候 两根最大根上去 只有2亿1000万 两个2亿1000万之后发生什么事 过完年之后一直往下回 为什么 所有的钱都在这个地方所住了 所住了之后 那好多地方项目 如果钱卡住 市场上的钱被吸光 其实我们持续的一个牛市到很久 你看我们这是2月13号开始 一直到底部在哪里 到3月15号底部 3月15号 14号 等于到3月15号 才几乎才脱离底部 2月13号到3月14 15号将近一个月 所以我刚才特别在我们推论里面 跟大家说 我觉得牛市会不会到这个地方结束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两个蹦上去之后 如果我们这个量 今天量没有办法持续往上走 我们持续量 如果说不定今天量 如果回到1亿左右 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会持续会一个 会有一个熊市 其实很难讲 如果我只知道 Azuki都的往上涨完之后 没有其他后面没有跟着涨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是蛮危险的 如果再看一下我们整个 Flip Finance 大家看到Flip Finance 这边在三条线出现很有趣的变化 五辽猴地还没发之前 哇 所有大家在那边等 然后所有的价格都很低 一发出来之后 整个所有价格往上走 量往上走 然后呢 这个listing往下 什么意思 大家通通拿出来卖 当大家卖压很重 卖压很沉重的时候 你看这边其实是5月2号的时候开始 卖压很沉重 到现在目前为止 卖压还是很沉重 卖压很沉重 大家价格很高啊 那开始发生什么事 所有价格通常慢慢慢慢回 量慢慢回了 大家觉得拿出来卖 好多人拿出来卖啊 但是 整个量越变少了 没人买 大家拿出来卖 没人买 所以呢价格在高点的部分 还是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高点 所以开始价格回落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事啊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交叉点 有可能是一个市场交叉的信号 那你看到 五辽猴地 这现在3.65 那五辽猴25 然后变种 五辽猴114 变种猴25 Azuki Azuki现在为31 那Clone X 20 Doodle Doodle还是23 你看Azuki 我们什么时候跟他讲Azuki 你看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这个3月3 4月30号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我跟你讲两个项目 第一个是Doodle 第一个是Azuki Azuki跟你讲在24 我说Azuki 23 24 这个都是机会啊 24 如果你进场的时候 现在Azuki多少 等于32 涨了8 24 32 涨了8 等于30% 这个61 不对 那就是一个这样子来看一下Azuki 这边发生什么事 你看Azuki忽然之间这边几根几根这里 2号3号几根忽然间就走到以前的高点 我觉得Azuki之前的高点在这个地方30 如果他30有办法站稳突破往上走Azuki 就有机会往50以上走啊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件事啊 那除了Azuki之外我们其他项目呢 你看Impulsor Genesis 我原本一直以为Impulsor有办法站稳 这个Impulsor跌了 19%啊 这个是第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状况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太对啊 你看除了Cyber Broker还站好之外 BYC回 那Impulsor在1.86 1.89 甚至呢 Mibis再回 Imaginal 1就回 Aquitler都回 目前为止看到状况 NFT World在回啊 NFT World回到7.37 Invistible Friend还是在5 就除了一些真正真正蓝筹战的不错之外 那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项目都在回啊 你看Coupat 那我觉得这波 整个无聊猴的地把所有的钱通都吸走之后 那带了另外一圈的蓝筹往上涨 那除了这些之外 那大部分中型小型的NFT 如果没有办法吸到无聊猴吐出来这些钱 现在看起来是最小的 这比较小的这边 钱已经从 现在看起来钱已经从主力军 第一集团军 无聊猴到第二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这边已经吐钱出来了 目前钱在第三集团军 第三集团军更小 就这些什么Great Boys 这些什么Pingy Penguin Meta Hero 涨在这些地方啊 你看Space Rider 这个涨了50% 他本身项目就很小啊 量也很少 现在在涨这些 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我觉得这个市场看起来 这两千有机会会往熊市的方向走 我不确定这也不是维言总听 只把我观察到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Azuki本身这边的这个状况 我来看Azuki的推的 这边没有太多update啊 他除了这边有一个5月5号 他5月5号有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5月5号他可能要开图 或者是5月5号他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觉得他应该暂时 短时间之间不会再airdrop了吧 如果来到Azuki的网站 暂时是看不到什么样新的update啊 我们来看到Azuki的 OpenSea 他整个系列席子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Azuki 第二 就Azuki official这个Benz 这个Benz之前airdrop 大概是5个Ease 现在也是水涨船高 来到将近7个Ease 6.95 BOBO啊 在地上是BOBO 这个BOBO的话 这是Azuki碎片化的存在 之前最早是0.04 你看就涨到多少 涨到0.2 等于是涨几倍 涨到5倍 很短时间之内啊 你看3月底 这边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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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但是你看这趋势似是一个向下一个趋势 我想看一下他的holder比例 holder比例的话 他一个hold一个还是77% holder比例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多的 你看这些什么 就是weekend 持续增加过去7天买 而外继续买 这边有另外一个 D64C 过去3天买33个 持续加仓 这一个DX X07356 过去7天买104个 所以100多个 这个都是额外新进的 你看azuki这新进的 这个特别你看这个 原本自己大概是有70几个 70几个之后他持续再买58个 你看这边还有一些持续加仓的 持续加仓的 当然是有持续加仓 当然也有退出市场的大佬 你看这个大佬 我觉得他应该是卖azuki 把钱拿去弄无聊猴 这个很明显 退出azuki去弄无聊猴 除了这些之外 大部分全部都加仓 就是一个大佬退出之外 其他全部都加仓的 我们来看 看年20小时的时候 他有2000个交易量 他其实他的效果才64 但是他本身每个单价相对高 就只要有人进来一扫 马上价格就上去了 我们看他后面的篮抽比例非常高 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 病自己就是自己的 就等于病自己就是 holder 所以他这边其实我就不太准 如果你把这个7000多拿掉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高 但重点你看 还是无聊猴 clone x mutant bolef moombird 这些之前大家看过 我们之前就不再多讲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这个趋势 我觉得趋势蛮有趣的 如果你看我们那天讲 4月30号的时候在22 这边还有机会买到20 21 你看还是机会买到21 如果你们不要说买21 我买到22好了 其实我那天如果大家讲 第一时间你没有去弄无聊猴 你去弄azuki的话 其实你到这边已经赚百分之 百分之50 如果你买到22 现在已经32了 刚刚成交这边32 所以已经赚了10个亿 百分之50 如果没碰无聊猴 的话就直接赚百分之50 但有些朋友就去弄无聊猴 有些朋友没弄无聊猴 那你看这个价格 从这个地方又是直接向往上拉 这个像什么地方 这像这里 这像当初这个起涨的地方 从这个起涨15 开始拉15 拉到327 你看看有没有感觉到 这种拉的一波 他一起亮 然后就往上拉 这边一起亮 这边有亮的时候 你看他这边有volume 所以价格就往上拉 他azuki后面本身 自己的这个整个holder azuki自己的wallet之外 674 1322 25 23 22 这大佬 Igis 这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他是从X跟Azuki的大佬 Dingley Dingley 大家都认识 这全部B-A-Y-C-M-A-Y-C Azuki Punks 然后GhostyGhost None 100只Kougat 这个是我们最NBA Top Shot 第一个的collector 然后Cryptopolitan 这个也是Aguma里面的大佬 The DeFi Brand 之前跟大家讲过 他这个是Founder of Sound Mix XYZ Nicolas Wayne OK 这是Azuki大佬 The Source 这些都是今天跟大家介绍过 我觉得刚刚跟大家讲一下Azuki整个生态系统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上 如果在市场上大家想去参与Azuki的话 不是不可以 但是已经多涨50% 这个地方我暂时会教大家先不要进场 你要进场的时候应该是4月30号进场不是现在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跟这个大家讲重新复盘一下Azuki的状况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大概你下次关注推了加入Disco 然后订阅订阅订阅按头按头按头 把赞点点来点放点来点放点来点放 elementaryedad呀 拜拜